梁國雄議員 主席 首先局長 外面有些請願的居民 就說你不接信 我不知道是不是誤會 可能是誤會 他叫我給你一封信 或者你下去接 就是這樣 我可能是誤會 你等一下回答 你是不是接了 剛剛他進來沒有人遞 我很願意下去接 你下去接 因為他叫我 不過他沒有這麼快走 我現在去告訴他 你下去接 第二我想請教你 就是 剛才陳偉業講的問題 就是年輕人 調進去那些 和老人家一起住的問題 為什麼你們是解決不了的 這個不是很難解決的 就是 我也接到很多這樣的投訴 因為那個生活環境 和那個代溝 你要設想一下 自己一家人 現在分分鐘 老爸和兒子都沒有話說 一花就關門了 如果兒子和老爸欠電視看 也欠一餐猛 你現在把不是一家人的代溝 放進去 這個我覺得其實是 你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當然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要善用一些資源 那你就 那你就把那些老人家 編埋一間屋 不要給那些年輕人 你提供那些單身的房子 給那些年輕人 就不可以了 這個 這是給那些老人家好的 老實說 三十萬門打死人 知不知道 我們坐牢也是這樣 坐牢也不會是兩個人 一起坐牢 三個人一起 有一個按鐘 如果你放在一起 有一個人出了街 兩個人在那裡打 那誰去報警 如果你坐牢 在任何時 都是三個人 困在那裡 我一見到兩個人打死 我就去按鐘仔 叫那個獄警進來 這個問題 你覺得可能是很稀鬆 平常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隱患 而且政府真的可以解決 其實 我相信香港人都不會介意 就是你放鬆一點 給那些年輕人住的單身單位 因為現在你的問題 就是 他們是低於 即是他們是高於平均三年 所以你就 有位置就塞進去 以前 塞進去 就解決那個問題 我奉勸你們不要再這樣做 如果你虎底抽薪 你就真的要問我們拿錢 去建多些單身的公屋 給那些年輕人住 那些年輕人結婚 他要走 因為那些公屋你都住過 你萬人沒住過 你去過 一百尺都不夠 他不會留戀在那裡 如果他結婚他一定要走 所以那些公屋 建了之後 他會留下來 給以後 那些 單身的年輕人 他未結婚住 不會浪費了他 而且第三樣 就是 你便可以 促進就業 以及令那些年輕人 那個工資 不用 那麼高 要求那麼高 因為如果你在旺角住一間 單人套套套套套 都要二千多三千元 他的工資 如果真是聽你們政府說四千元大學衣服 他只是給單間 已經給了三千元屋租 那一千元做什麼呢 所以你那個施政要合理 我希望 你真的有一個承諾 就是不要再發生這些事情 其實以前老人家的劏房 就是劏全香港出了名 那你現在 你將一隻獅子和一隻羊 擺在一起 你知道誰是劏誰 我覺得你真的 千萬不要再做這些事情 你發生了事的時候 一會又說文責 文責那時候說我們是刁民 就是說 一有事就找一些官來問責 但你要明白這些是人命關天的事情 還有是會對雙方的精神都沒有什麼好處 長期這樣 不同的生活習慣都沒有好處 阿雪長 我剛才都說過 我們現在再不會再 再興建多些的劏房 也都現在是不會將那些年輕的人 放在那些老人家的劏房 其實他現在有的要調走去 不會死人 阿雪長現在有幾多個 你有你就調走 我知道你的答案 講一講有幾多人 現在的問題 有幾多個年輕人 是住在那些老人家那些 我手上暫時沒有這個數字 如果是可以搬到那些老人家 我們都會搬 你搬走那些老人家 我們希望那些現在新的一人單位 那些通用設計的那些單位 是給那些老人家上樓 但是搬老人家呢 主席也知道 是有的困難 他住在那裡 他喜歡的隔離房 那個阿伯 但是他又不想跟他住在一起 那些 所以我們都試試看可不可以 你不要把政策挖得那麼死 你這個狠談的邏輯就是 年輕人住了這些就不想去買樓 這個錯了 你不用說了 多數年輕人不是買樓去挨貴租住那些 單身套奸的 你要看民情才行 我知道過你很多的這些 你不用跟我爭 阿哥 處長你回去要解一下這個問題 看看有幾多人現在這樣混在一起 如果你有什麼解決的建議 你就一氣告訴立法會 好嗎 好了 我們這一節來到這裡就結束了 我們多謝鄭妤雲